目標 又嚇我雪的奇,歡迎三次 最重要的神奇攝影班 今集,哎呀,哇,真的跌了出來 嚇得我一跳 今集,志雲終於找我贊助了 你看我衣服也有買 這件衣服我覺得挺帥的 還有我這個髮型,是不是很帥 這個是最新的 接下來還有很多產品 這個Smooth Q 好像沒有Q Smooth 4就是手機的Gimbal 這個,真棒 但我覺得這個沒有之前的那麼好 我給大家看看 在後面已經有了 之前這個Smooth Q有一個膠套的物體 幾卿二代出門 但這個4不知道為什麼 只有這個 法寶膠的盒子 怎麼拿出門呢? 但是非常方便的是什麼呢 它終於醒悟了 它加上這個腳架的物體 電力內置 這條線 Android線 隨便吧 我先放在一邊 之前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這個腳架有多重要 它可以放在這裡 很方便的 白色是特別一點的 因為好像沒有什麼 Gimbal是白色的 我現在嘗試安裝這塊 你可以看到 它是比之前那個 是多了一塊在旁邊的 中間多了數百萬樣的按鈕 所有Gimbal都是 你不同牌子 都會發生這件事 你設定的時候 不要隨便夾上去 就算了 在未開機的情況 設定到它 它已經是平衡 那耗電量和損耗的摩打 就選到最低的 你可以用耐很多 今天就會用這個iPhone 7 去試試玩一下 這個Gimbal 其實我玩過 都一兩個星期的 它裡面真的很多功能 我玩不完 告訴你 接駁進去 先開了這個 先 動起來的時候 原來這個Mode 當你弄回環的時候 你看看 它就開了摩打 當我弄到這樣 它就是Standby Mode 是非常方便 突然有人打給你的時候 你可以立刻按Standby Mode 就聽了 喂 在拍攝的 神經病 還有可以讓你打直 雖然沒有肩膀功能 連進去 裡面 新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它旁邊這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用 還有其他品牌 暫時沒有這個內置的功能 轉轉轉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zoom in 和zoom out 是非常之分正 是可以拍到電影的感覺 第二個功能就是 幫你focus Wide focus 然後轉轉微距的功能 是正的 我大概說 外出拍小朋友 拍小狗 拍快速的東西 非常方便 總共有五個Mode 第一個就是這個拍掣 這個拍掣的PF 它是Follow Mode 即是你的相機 看去哪裡 它都會計算過去的 挑是不會有的 那你怎樣按回它會跟你向上呢 就是按後面這個按鈕 下面這個按鈕 按緊之後 它的手機就會跟著你一起去 再加上PFollow 它就會跟緊你的畫面 大家多猶順 當你向上之後 如果你放手 它就會在上面移動 你可以去拍天 或者拍地的時候 就非常有勇 它就不會動的 你看到嗎 它是不會動的 如果它會動到到九五十六 你想它回到中間 只要按這顆按鈕兩下 Double tap 它就會回到去的了 PF下面 就是一個L L Lock Mode 你拍了之後 整個Gimbal 都會定在一個位置 可能你們坐在車 或者坐船 很搖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Mode 可以lock住了 下面有多亂 多亂 它依然是保持在方向 不會變的 你看 是不是 如果你要拍一些很快速 要跟著它 或者是小朋友 瘋瘋瘋瘋瘋瘋瘋 飛來飛去的時候 就要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極速跟緊你的 雖然是會像手動 但是它會有些避震功能 有好有不好的 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畫面會增了很多 好的地方是 Track到一些很高速很快的東西 就是這樣 它裡面有很多功能 譬如可以直接在下面按錄影鍵 可以直接在裡面 再按反螢幕 這個功能 就反去你自己自拍 基本上 Smooth 4 它就在內置 就是這些鍵裡面 已經是可以控制你整部手機 它本身加上它的Apps 其實它已經變成一部相機的物體 我覺得非常方便 給你調整K數 ISO 快門 還有光圈 手機大部分都不能調整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Apps 就可以幫你調整 個人覺得是多功能 過Smooth Q 現在都在賣七百多元 這東西一千元都不用 我覺得很划算 還有它裡面可以有 Slow Motion Time Lapse 720 30格 1080 30格 1080 60格 4K 4K 30格 都可以讓你選擇 我只是在玩iPhone 它還有很多M模式 讓我調整一些東西 它裡面還有雷鏡功能 如果大家嫌你們的手機 收音是有問題 或者很差的時候 可以看回我上一條影片 Amazon有一個東西 可以買來夾著下去 可以夾上收音咪 Smooth Q 那東西是適合Smooth 4 雖然是要調轉 但是我開時再買一個 就是多方便 記住啦 iPhone方面 要轉插K-Quark的四折插頭 而不是三折插頭 不明白 不知道的話 記住看回我上一條影片 會有詳細的教學 那事歸遲 我們馬上出來試試吧 我會在警方 看回要是 好的 微軟 拍很 ráp 好可怕 麻煩 抓走了 哎, Steven 复餐了 Yow 那回來之後呢 好累 如果對我這個影片有什麼示範 ky Fiona那些 有些不明白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有解答裡面 要有什麼產品想和介紹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訂閱我的影片 跟Instagram revues 下一集再見 Goodbye me me before I wonder what I was waiting for but this